作词 李宗盛 非常高兴 但也很紧张 不是因为钱之类的事情 而是因为 从此以后 我要对另一个生命 负起责任了 他要与我的未来 成为一体了 然后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然后是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让他们 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你想我回家给你带点什么呢 一个机器人怎么样 我们给自己盖了一个小房子 并能送孩子们上学 快点 你要迟到了 宝贝们要听妈妈的话 我要先走了 再见 我离家去上班的那个星期一 我的小宝宝满一岁了 再见 亲爱的 明天不要忘了给妈呀 买个生日蛋糕 早点回家 哦 一定 一切都还不错 真的不错 直到事故发生 伙计们 今天是我小宝贝的生日 要来我们家 别忘了 先生 先生 麻烦您一下 您帮我把电缆解开好吗 就在那边 那边 对 谢谢了 我们得快点安排好了 孩子们就要到了 哇 这些吃的看上去太棒了 你想让我把这个摆到哪儿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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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气球爆了 我能再要一个吗 等等 我先接个电话啊 喂 你好 好 当我在医院醒来时 我以为这只是一场噩梦 当医生告诉我 我自胸部以下瘫痪时 我无法相信他的话 那不过是一项极为简单的工作 我知道我能做到 我以前就那么做过 然而他现在告诉我 我再也无法行走了 再也不能用双手感觉任何东西了 这如同告诉你 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不久 吉娜 我的妻子 在一家餐馆做起了洗碗工 自我们婚后她从未工作过 比一 我的长女 她退了学 留在家中照顾我和小婴儿 她只有十一岁 可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 来照顾一个老男人 泡泡 我的小儿子 总在我床边玩 陪我 一天放学后她哭着来到我身边 她和几个男孩子在滑梯上正排着队 忽然有一个小恶棍推她 她差点掉了下来 我气坏了 实在气坏了 我想到学校里去 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倒流 如果那时我花上一点时间系好安全带 就花那么一点时间 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我的同事来探望过我一次 她说她的感受一样 她一直在责备自己 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和她开玩笑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很快就能回去上班了 当我们回头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会哈哈大笑的 如果我能好起来的话 看这一团奏 李姨 你为什么不收拾房间 我早就跟你说过的 为什么不收拾房间呢 啊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身体状况不可能再好转了 我真想离开这个地方 躲到一个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吉娜可以再结婚 毕业可以回到学校里去 这样就会有人来教泡泡放风筝了 还有玛雅 我们的宝贝 她就可以重新有一个父亲了 一个强壮 能走路的父亲 一个能抱着她和她玩的父亲了 那样我就可以一直待在我的梦里 可以用我自己的手吃饭 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我的家人的日子就能够好起来 能过上比我现在带给他们的生活 好得多的日子 能够好吗 能够好吗 这下一个天啊 能够好吗 这下一个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